待會期待 我們今天聊的是這個暖色系 暖色系就是紅色 红色就是代表热情 你应该再热情一点才对啊 那为什么热情要唱歌呢 因为我们今天除了会介绍一些暖色系的衣服彩妆之外 还会介绍时尚音乐啊 时尚音乐所以是 所以是以下这段歌就是 嘿嘿 嘿嘿有嘿 这样讲的意思吧 真的无聊每一集都要唱歌就对了 我们今天要很慎重的介绍大家 时尚还有音乐的结合 怎么说 就是一些时尚人或者是音乐人 会做了一个音乐的编排之后 再用一个时尚的方式去呈现 你是说一边走猫步然后一边唱歌这样 大概是这样大概是这样 很忙耶 对我们今天请这位算是时尚人 又是时尚音乐人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时尚音乐的概念 马上邀请 欢迎Sereen跟Penguin 欢迎两位 哈喽 我想请问一下暖色系对你们来说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呢 暖色系包括什么颜色啊 暖色系基本上呢好像红色 然后还有粉红色 就是属于比较别人看了会温暖的颜色就是属于暖色系的 可是马来西亚的朋友好像不太善于使用暖色系也会吗 别人会觉得暖色系太亮 一般上我们走的是黑白灰蓝 最多是蓝咯 然后纸有一点点这样子而已 其实红色呢是非常容易搭配的 像还是红色可以混白色 然后黑色还有灰色 这三个其实都是黑白灰 是跟红色很容易结合的 那你觉得穿暖色系的人啊 有没有就是比如说肤色比较白啊或比较黑的人 有什么条件 所以有什么条件呢 红色呢也有分就是那个猪肝红 然后还有现在我们穿的这个大红色 然后皮肤黄的人我是建议一定要穿大红色比较亮的 这样子看起来人会比较白 哦 对 如果皮肤黄穿猪肝红 会看起来更暗的 对会看起来脏脏暗暗的 那要怎么样搭配才才不会就是让人家觉得 诶你这个人就是乱穿了 很难靠近 你黑白搭配起来就你的那个感觉会让人家非常觉得你很难靠近 但是如果你穿一些白色的T恤 可是有一些比较可爱的图片或者是比较亮眼的一些图片 你可以就是综合掉那个冷的感觉 哦 那这次我们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概念叫做时尚音乐的结合 到底怎么样结合 我们请Serene跟我们解释一下 很多时候其实我们看电视台节目之类啊 都很多会说有一些音乐的东西也少不了visual的东西 就是听觉跟视觉其实每一次都是一个好朋友来的 那我觉得这一次我们有这个concept的原因是希望说 为什么每一次models在时尚的那个天桥 在走猫步的时候 不要只是说音乐可能是为什么他不能present别的东西 那我就觉得这一次应该要搭配一些美女啊帅男啊 那大家又可以有视觉的享受又有听觉的享受 所以才有这个概念出来 哇很好玩耶 你要不要试一下 你播你来现场来一段音乐 董姬董姬董姬 这个根本就是姐姐嘛 你根本没有原创精神 好今天我们主要呢 除了要了解时尚音乐之外也要学习暖色系 我们请Panquin为我们打造一些暖色系的造型 好欢迎我们今天两位模特 诶怎么又是你了 我们请Panquin来提一下就是Serene这身服装 你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呢 像暖色系来说呢 第一红色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嘛 嗯 然后还有就是平时你们看到的衬衫 都是以就是这样子半身为主 而这个呢它是裙子 所以呢它这个从就是从Top到它这个Design呢 是就是One Piece的 连身的 对连身的 然后再加上这个腰带做一个点缀 因为我不要让Serene觉得说她太过于和善 她需要一点威廉 作为一个院长的威廉 就是要有一个女强人的 对 对 所以你就带一个非常有胸气的 对 这样胸气的包包 这个帽子跟包包呢 其实它是可以带出一种时尚的感觉 对 就是你走在路上 大家会那个注意力放在你身上 很抢眼啊 对 就是你就是这样一片红之间呢 会有一个特殊的一个点 所以装饰品是很重要 那有没有想说就是穿这一套衣服呢 一定要比较高的女生穿 比较可以carry 对 其实像我这样子身材的 就千万不要穿的 所以你就是建议就是 可能就是要以身型来搭配服装 对以身型就是以肩瘦的身型 而且呢 它这个有一个小心机 就是它这个肩膀这一方面呢 它会有一点小鼓起来 因为Serene的肩膀呢 它是向下垂的 所以有一点点的那个电肩的效果呢 会非常的好 所以让它看起来肩膀非常的挺 哦 原来如此 那刚刚我们就有提到就是 其实白色跟红色也是 很好搭配的一个颜色对不对 对 Vivian呢 因为它平时的那个造型呢 是属于比较 也是随和派 我们说的比较随和派 所以我们今天为它做了一个 特别有女人味的 首先就是这个蕾丝的这个白色的 这一个上衣 然后再配色 配上这个大红色的这个裙子 它是有一点就是 因为呢 可以遮住呢 就是大腿比较粗的这个部分呢 就可以把它给看起来纤细 所以这样子的服装 如果我一定要带一个包包 你会搭配什么样的包包呢 像我觉得说 带一个简单的这样子的皮革包 全素的皮革包 全素的皮革包 其实就效果是最好的 因为呢它的上衣 已经是有一些小花的点缀了 所以你再带上一个太花俏的呢 就会摸补了很多焦点 好啦 我们马上来看下一套造型 第二个造型呢 Penquin就把Sereen跟Mirian弄得非常的年轻可爱活泼 我们先看Sereen的这个造型好了 好先说说为什么要把它们给颠覆 因为刚刚呢 那个是专业形象 是 现在呢是比较属于休闲 但是休闲也不等于 随便啊 对对随何 所以呢我们看Sereen身上有这个字母T 对其实这个字母T呢 也是刚刚我说过的暖色系的配戴元素 就是黑白跟灰 其实这个是里面是脸身裙 它是一件完完全全的脸身裙 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单品 对所以就是 你可以用你家里有的一些连身裙 去做一些不同的搭配 然后重点呢就放在它的搭配的方面呢 你可以看看它这个耳环是很可爱的 它是那个 飞马 飞马对 然后再搭配上这个 非常喜爱它的高筒皮鞋 而且它的重点设计呢 就是它黑色的金色呢 具有那个反差感 就让人家圆圆一看 哇 你好酷喔 对对对 对你看这个造型实在有它的元素了 你看其实苏格兰有一点苏格兰风的裙子 它是有点小可爱 可是一搭到这个字母的就很有个性 然后下到下面就有一点点庞克跟金属的感觉 对就是一个算是英格兰跟嘻哈的结合体 我们都知道其实吊带裤的风潮回来有一段时间了 可是这一件呢就是比较棉质的呈现的 对这个棉质的呢 我觉得其实是更加不同于以往我们看到的牛仔 然后配上里面呢 你可以配一个其实不一定是要长袖 如果你觉得在马来西亚你可能会觉得太热 但是你又喜欢穿长袖 我会建议你买太空棉 这个就是太空棉是吧 对就是太空棉 太空棉的素质呢 其实它就是我们平时在穿的那个运动的那种外套 外套衣服的那个原料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呢它有一定的那个透气度在 所以呢只要你不是在太大大太阳底下的话 出去逛街你都可以穿类似这样子的搭配 而且呢不要太死板 就觉得我觉得说你穿那个吊带裤一定不要太死板 就是一定要全部把它给放上去 你看咯先看看这个 这个就很呆板的一个造型 对 如果你把它给放下来 你看就变成比较活泼感 会比较好了 OK那两位呢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活动上面 对无论在音乐上或在时尚上 都有注入一些新的元素 那两位看了那么多参赛者的作品 要不要来总结一下 其实他们对于 以前不敢尝试的东西在我 算是有一点逼他们去尝试一些 不同他们以往的就是 颠覆了他们以往的形象 所以开始接受一些比较外国的一些资讯 那音乐的部分呢 模特儿一般他们在走秀的时候 其实他们都是注重自己有多漂亮 身材有多好 那个装扮有多好 可是他们都忘记了 其实他们选择走猫步的时候 那个节奏感 配合音乐 是会影响到看的人的那种效果 所以我希望说 在这一行做模特儿的朋友 可以更加留意说 如果你要呈现衣服 还是你的彩妆都好 请也顺便听一听那个音乐 然后把你的节奏走出来 对 其实艺术就是每一个部分嘛 你真的不能把它完全的切割的 那今天我们非常谢谢三位咯 谢谢 谢谢